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關心 天氣的狀況 未來一禮拜 也許都不好 清明四天的連鎖 雖然有美洲的方便會走過臺灣 但是只有北部的山區跟東北部 會留一些極寶的地震 很缺水的中南部 這禮拜也許等不到落後 未來一禮拜這個高溫會來到三十度 部分的地區甚至來到三十四度 另外這個中部以北空氣不好 尤其是中華 妙力 跟台北市申北市 這個環保術是發出到感激的提示 敏感的作品 最好 別出門 三十一號 臺灣北邊有到封面 比較接近臺灣 所以說三十一號的清晨 到上午這段期間 可能會有一些零零星期的 降雨在臺灣的北部地區 所以高溫的部分會稍微略為下降 雖然說東北風難下了 但是其實在整個環境來說 中南部降雨的機率還是相對比較偏低 比較容易下雨的地方 都是在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現在看到應該是天朗氣清的淡水河邊 不過不避煙雨蒙蒙已經是一片蒙朗了 因為今天吹的是偏南風 中部以北市甘下的地方 空氣品質不好 站在中間就這樣看過去 都看不出來分走去哪裡 環保室提借北部中部的地區 苗栗地區敏感的族群 應該減少在四股外島 南部地區雖然天氣真好 不過要是不會落後 反而每日幾天前 恐怕會都落後